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港股昨天失手万八关之旅行之夜期都是继续偏远的 跌了八十几点 稍后都会问Rabi怎么看 下一季市况发展了 大家有什么股票疑难的话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5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你的名字和省民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外卫市况 市场观望星期五公布的PCE通胀数据 和美国总统候选人首场电视辩论 加上法国星期日将会举行国会初选 资金启动避险模式 美国长债息下跌 美股反复回稳 导致低开之后 导致升最多过百点 周市就升36点 报39,164点 标指微升0.09% 报5,482点 纳指升0.3% 报17,858点 欧洲股市个别发展 法国股市跌了1% 欧元汇价曾反弹大约0.4% 美股指数回落到105.7% 美国多项经济数据出炉 普遍表现都疲弱 美国十年期债息下市4.27厘 商品市场方面 金价曾反弹超过1% 有计升大约1% 焦点美股方面 科技股的个别发展 亚马逊星期三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市值之后 星期四再升超过2% 报197.85美元 Meta升超过1% Google升0.8% Tesla和苹果亦都靠稳 晶片股美光科技业绩之后跌了7% 而NVIDIA亦都跌了近2% 另外金融股普遍收额Visa跌了超过1% 就是最弱的导致成分股 看看中概股和ADR表现 京东比港股跌2.8% 阿里美团和百度比港股收市跌超过1% 腾讯跌0.8% 自算报371.32 网易美跌0.2% 汇丰控股ADR自算报68.3% 和本港收市价差不多 港交所和友邦跌0.4% 跌0.5% 比我们跌0.6% 接着看看今早上外围的市况 导致期货变度不算很大 29500 导致期货 等一下 39514点 跌36点 纳紫期货是靠稳的 升至40几点 报2088点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 普遍都是靠稳的 日本股市升了0.5% 日经平均指数39,566点 升224点 南韩市升了0.1% 澳洲股市升幅大约 跌近0.6% 至于恒指黑期方面 都预示港股可能暂时 都要继续是挨沽着先 跌60几点 先和Rabby谈谈外围的市况先 现在大家最新鲜关注的可能就是 现在香港时间就是 现在了 就是美国当地时间 星期四晚上 美国总统大选 就是首场电视辩论举行 特朗普再战 尋求联任的拜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好几年前已经战过了 大家可能 除了看 究竟在政策讨论方面 大家的方向是怎样之外 可能都很关注就是 两个人的精神状态 身体状况 对吧 那么 花奇就估计 这一场辩论对股市影响 是比较短暂的 因为时间都更早了 所以政策的探讨不够深入 股市通常就会在投票前两个月左右 开始反映选举风签 那么Rabby又怎么看 究竟电视辩论我们最关注的 有什么point 还有对于美股的影响是怎样的 其实都同意花奇这么说的 就是你说对于美股的影响性 我想暂时就不算真的很大 因为如果你说大的话 不要去到这一体的变量是怎样的 或者是今晚才反映 可能根本上你如果真的重要的 可能是开之前 就是过去这几晚已经反映得很明显 那这几晚当然也有少反映的 譬如你昨晚其实见到 那些钱都是进入债的那边 所以长债息就下来了 所以这个反映是 类似是偏避险一点的因素 但是不是太明显的 所以你见到的额科 其实正在美股 又不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可能下跌 或者因为被掩疑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就是下市等等 所以就 未算真的太大的反映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那的确都同意 因为始终现在真的偏早 都叫做 就是你讲真 距离大选还有大约五个月左右的时间 是的 没错四五个月的时间 所以就都早一点 而的确过去来说这么多次 都真的可能是大选前那一至两个月 那些的辩论 那些动作 或者那些不同的一些表现 对于市会是大一点的反映 所以的确从整体来说 就是初步来说 对这个股市就不算 真的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了 除非你说大家在这次辩论里面 看到一些很突如其来 没有预期过的事情 因为当然了 其实你从讨论角度 从正常说的角度来计 都同意 因为这么早 真的不会有很多事情去说 还有第一次 就是变相不是太多 很深入 或者去到很纯枪舌劍那种 但是我想正如我所说 大家看就是 看那个特别拜登 那个精神状态 因为都81岁 是不是还是精灵呢 是的 因为其实过去我想 在任这几年 都有常常说 觉得他有时候没有什么反应 又说错话 又不知道走到哪里 有这些比较年纪大一点 未必是精神状态那么好的反应 所以大家反而可能会透过 譬如今次的一些辩论 都是看类似这些额外的事情 譬如你 如果正正老老 拜登是应对自如的 没什么问题的 不要说最终的结果是否处下风 但起码你正如回答到别人 我觉得反应就会是正常一点 但正如刚才说的 如果突如其来 譬如可能问的你 都没有反应的 或者又不知道做什么 答非索问 那些就会令大家更加担心 更加变成了不明朗 更加多了 所以如果 我想看看有没有这些额外的事情 但是暂时来说 初步对于市场 就不算太大影响着 但是当然 我想从这一开始计算 打后的几个月 其实你说美股要留意因素 我想真的会越来越多了 这个选举的情况 因为你无论辩论好 或者两边为了 可能取得选票也好 其实你遇到 譬如中国牌这件事 很多动作 可能有什么关税 又什么又什么的政策 都有机会出现 所以这些 你不知道会不会突然 对于市场反应比较大 这个我想 现在是留意美股 其中要留意的因素先 是 暂时就说两边 应该还是势均力敌 尽管看看会不会有些变 因为这段时间 不同国家 有些选举都会影响市况 但是短暂时 会不会更加关注的 就是美国的经济数据呢 因为见到最新的就业数据 好像劳动市场 又有些疲弱的迹象 虽然首贵 美国GDP 付入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